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天气系统来得快 去得也快 所以观众朋友真的要随时注意气象上的讯息 现在马上就带大家来关心明天各地的天气状况 其实从今天白天雨时就已经稍稍趋缓了 但是到了晚上雨量又要慢慢增加了 怎么说呢 从卫星图上你可以看到 因为现在在华北地区冷高压逐渐南下 就会把这一大片封面云气慢慢地往南推 而且这当中还包含比较强的对流云气 明天受到封面云气影响 各地都容易会有大雨甚至是雷雨发生 那么随着这一波封面云气通过之后 冷高压就会接着来影响我们了 说到冷高压就知道温度又要变冷了 我们再从下一张的地面天气图 带你来关心气温上的变化 今天好不容易气温舒适到 可以把美美的春装拿出来穿了 不过提醒爱美的妈妈小姐们 最好把冬天的衣服一并准备好 因为这个冷气团的强度已经直逼寒流等级 从地面天气图上你可以看到 这就是影响我们的封面系统 那么华北地区冷高压接着要南下了 附近等压线都是相当密集 就代表它所带来的冷空气 还有风力都是非常强劲的 所以白天北部地区因为首当其冲的关系 白天高温会比今天掉个4度左右 白天高温会来到20度 入夜后平地地温又会降到14度以下 那么中南部地区虽然明天暂时不会受到影响 但是礼拜四温度也会明显感受到变凉 那么到这一波冷气团最冷的时间点 会从礼拜五开始一直到礼拜天的这段时间 另外也因为这波冷气团带来的温度够低 水气也很充足 所以礼拜天之前在拉拉山或是玉山 都有机会见到美丽的三月雪 不过观众朋友也别忘了 一定要把保暖工作做好才不会感冒 接着就带来看为你整理的山海气象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从明天开始会一路冷到下个礼拜一 提醒农与养殖业一定要加强防寒害的工作 而且温度忽冷忽热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该要试试增减医务 随时注意自己的健康状况